我北大有个学妹 物理系的 后来留学到澳洲去了 打臭手老让我摸你打臭手 留学到澳大利亚 他跟我说 美国的美国科学院的院刊说 三万三千年以前 狗的眼部生出两块肌肉 空置内眉的阳脐 我看看 是狗吗 就是这儿 内眉 就有表情 但是只有哈士奇 不知道为什么进化就没有这个 所以二哈会 就没有狗的那种丰富的表情 他说的那个狗呢 是智商最高的牧羊犬 因为在狗里边 牧羊犬是工作犬里边 智商最高的 牧羊犬里边最高的是边境牧羊犬 和苏格兰牧羊犬 还有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是发展的最多 就是我们说的黑贝 既然是美国科学院说的 那肯定是科学 我的知识就是认字之后就不再系统化的学习 全是自己自学 跟毛主席似的 是吧 毛主席就是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所以我的知识都是这样的 你老打我干什么 你这傻孩子 人群羊狗大概是有上半年 中国古代二郎神那个叫戏犬 实际上戏犬是埃及狗 叫灵蹄 你怎么特别臭啊 你现在昨天刚给你洗完澡 怎么就又臭了 臭狗 猪狗一样的生活 而且特别贱 是母狗贱还是狗都贱 干嘛呢 都打我 臭手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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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它的手特别大 胳膊特别粗 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拉雪橇 雪橇圈 这个狗呢 是特别容易驯化 而且是跟人配合了最好的动物 跟狗不一样的是猫 我这有一个埃及猫 我把它拿出来 打不开了 这是埃及野猫 埃及野猫是埃及的九个主神 或者十二个主神之一 嗯 猫这个东西 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 距今也说有三万 三万多年了 嗯 但是猫一直到现在都是独立的 是自由的 猫狡猾 猫是老虎的师父 老虎是百兽之王 嗯 猫在跟 交老虎的时候都偷着留了一手 你要我咬碎了 嗯 狗是永远服从主人 使劲讨好主人 不记仇 猫不是 猫不论你喂它多好 嗯 它都随时准备 随时提防着你 嗯 准备背叛你 也不是背叛 它有它自己独立的生活 鸡老就喜欢养猫 我就不找那些照片了 我拍了好多照片 都是它玩猫的 嗯 我再把我的埃及猫放回去 嗯 埃及猫 又砸我脑袋一下 又砸我脑袋一下 你是缺少两块鸡肉吗 嗯 你这个二哈 昨天刚给你洗完澡 脸又黑了 啊 又钻哪去了 又跟黄鼠狼打架去了 啊 臭臭臭臭臭 你越来越臭了 哎 这臭 这不能闻 嗯 再打玩一会儿 嗯 这就是德国牧羊犬 又叫黑背 是智商最高的狗 嗯 就是他的这儿 就是 有两块肌肉 是控制表情的 嗯 牧羊犬都比这个体力劳动 比labor聪明 是吧 你是动脑子的 你能放羊吗 牧羊犬 中国古代叫木 青野木 刘皇叔 就是靠放羊的 老百姓是羊 统治者是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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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呢 是拉车的 拉雪敲的 是Labor Labor 是工党 Labor 不是Leader 来 快 快 来 对 我看看你的那个眼睛 你就少表情 是吧 你看留哈拉的 哈拉的 所以你叫二哈 二哈